昨天篮球世界杯决赛 德国823比77击败了塞尔维亚 即便如此 塞尔维亚也力压美国加拿大 拿到了本次世界杯的亚军 然而他们的球员在场边 不仅没有一个开心的 反而一个个掩面痛哭流涕 而我们的球员心态 那是真的好 小主赛被踢光头 都没有一个如此失态的 最后一战打菲律宾 被人第三节打懵 我们也是直接投降 男子汉大丈夫 不流血也不流泪 输得干脆走得果断 而塞尔维亚 其实昨天的比赛 也是第三节被打懵了 单节被德国赢了12分 结果第四节 他们依然没有放弃 还是一直跟德国拼到了最后 最终6分遗憾落败 看到塞尔维亚球员痛哭的那一刻 我恍然大明白 身体体能技战术能力 原来这些还不是我们最缺的 我们最缺的 可能只是基本的荣誉感 甚至荣誉感都太高端了 我们要是有点基本的胜负欲 凭14亿人选出来的顶尖天赋 也不可能输得那么差 小主赛三场 我们合计输了80分 具体我没细算 还有比咱们输得更多的吗 四节杯开赛前 咱们在国际蓝联还排名世界第27 如今已经掉到第29了 而当初排名29的拉脱维亚 人家一路猛冲上升到了世界第五 最后一战还大胜立陶宛 在NBA被当成废柴的贝尔坦斯 在世界杯打得像个巨型 甚至还有过单刀突破爆扣的画面 大概这就是荣誉感和胜负欲的力量 而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就只会无法理恨 打国内联赛比谁都狠 一出门秒变糖果超甜 说真的 看到亚军哭成那个样子 那一刻我感觉心更凉了 对中国篮球的未来 更加多了一份悲观